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难道你不想让别人说话吗 少尉 我们的想法跟抛了一样 现在即使杰克不在 我们也能吃得很好 对 没错 没错 对 我们大家喜欢吃得做的鱼 好像只有阿虎可以替代杰克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看来是这样的 加布里二船船长 阿虎是非法来到船上的 你们觉得我会同意吗 阿虎 你跟我来 你没有 去吧 去 去吧 不妙 问题严重了 没错 是 有麻烦了 有麻烦了 是有麻烦了 是有麻烦了 是 谁出的主意 什么呀 你应该知道 我不是白痴 告诉我 对不起 我不想下船 所以请他们帮了我忙 请你千万别责怪他们 都是我的错 我的接客呢 躲在船舱里 阿虎 你这本事很大呀 你能让我的士兵 都为你服务 我很抱歉 给您带来麻烦 我很难过 我决定了 船一靠岸 我就回去 但是 请您千万别责怪 您的士兵 你真的决定吗 真的 这次贡献您 您可以看着我离开码头 这不知道 什么情况 小师长 怎么样 这可阿虎 能没有下来 怎么样 小心吧 是 肯定要走 没希望了 确定 那好吧 可是 现在我的船上 真的需要一名 干杂物的边外士兵 你能够帮我介绍吗 您是认真的吗 我从来不开玩笑 那我肯定是最合适的 我也这么认为 虽然你是边外士兵 但是也要办个程序 我们的海岸警卫队 需要备案 这是程序 说吧 你的名字 宋家树 宋家树 不不不 这个名字不行 你需要换一个新的名字才可以 换一个 对 换个英文名字 不绕口的 我没有英文名字 比如 你喜欢 查理 恩里 波拉 尼克 查理 查理 好的 查理很不错 你告诉我你的姓姓 宋 宋 宋 好的 还有你的年龄 十六岁 我看你最多十四 船长 我真的十六岁 在我们家乡人一出生就是两岁 这叫虚岁 你中怪真是奇怪 好吧 那就算十六岁吧 好了 查理 宋 你是我的士兵了 是 船长 你应该叫我上尉 是 上尉 大声点 是 上尉 好 你要记住 你的声音必须高过狂风和海浪 这样 敌人才不敢蔑视 是 很好 还有 等一下 你的辫子必须剪掉 对 一个士兵绝不应该这种打扮 懂吗 这 是不是要说再见了 我非常遗憾 不是 是啊 你的鞭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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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鞭子也是上帝对我的惩罚吧 士兵们 我向你们宣布 这是新的战友 他的名字叫查理宋 阿虎的逃亡之后 竟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他成为了美国海岸警卫队 积司艇上的士兵 完成了一次 人生最华丽的蜕变 查理 那真诚 那真诚善良的聘格 是他收获了最珍贵的友谊 乐观的态度 和拥抱新生活的勇气 能爱派对他 没有 赶索 帮你 那真诚善良的 是 大杨 帮你 神' 他 大杨 神' 饺 老爷 我对不起你们 把你们撇下了 老爷 您 您可别这么说呀 李老板那个餐馆还开 他让我和阿翔 过去帮忙 放心回去 就别惦记着我们了 好 好 要是实在待不下去了 就都回老家 那毕竟是自己的国 自己的家 老爷 我夫人回到文朝老家 一定记得 少放心 报个平安哪 好 一定 爸 阿三 我还有件事要拜托你啊 您说老爷 要是阿虎回来了 麻烦你把这封信交给他 老爷 我一定带到 谢谢你了 阿虎少爷 总有一天会想明白 他会回来 到时候 你们父子就能团聚了 是的 老爷 阿虎 老爷 老还想 不管他在外面 遇到什么困难 你都得想尽一切的办法帮他 老爷 您说这话不就见外了吗 老爷 您就放心吧 老爷 上车吧 好 你们都回了 别难过 老爷 回 慢点 老爷 保重啊 妹 保重啊 老爷 阿虎 他很快就会靠岸了 等一会儿买完食材之后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逛逛呢 行啊 这样也好 我回家看看 告诉我父母我上团了 省得他们担心 应该的 这是更重要 对 天克 你能借我三百元吗 没问题啊 等会儿 谢谢啊 这算是你卖吊床的钱啊 没问题 我阿爸年纪大了 我想买副老花镜给他带着 祝贺你能回家 带些中国茶回来阿虎 行 没问题 我阿爸年纪大了 没问题 我阿爸年纪大了 他不想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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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想去哪里 我阿虎 我阿虎 大叔 您知道这家宋记私柴行 搬到哪去了吗 可别提了 被一场大火全烧光了 大火 是啊 烧得可惨了 那这户人家去哪儿啊 这个不清楚 隔壁还烧死人了呢 警长 您慢走啊 好的 欢迎再次光临 谢谢 阿三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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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虎少爷 阿虎少爷 阿三叔 你上哪儿去了 怎么才回来啊 我阿爸和我阿妈呢 老爷和夫人 回文昌老家去了 都怪那一把火 把店铺烧了给金光 也不知道你到哪儿去 我们到处找你 也找不着啊 老爷心都碎了 就离开美国 回家去吧 怎么不这样 少爷 这是老爷给你留的信 少爷 少爷 你 你这是上哪儿去了 我在一艘船上工作 少爷 你可真是了不起啊 对了阿三叔 我走之后 有没有几个官学生 过来找过我 我没见过他们来找你啊 真的 入洋教 捡辫子和洋女子鬼混 称何体统 你们还是不是我大称的子民 还知不知道离仪廉耻 还懂不懂得 终小杰益 大人 我这个是真的 不是笑 在笑介石车 谁写的 敢做不敢当是吧 没人承认 好 那就全体罚贵两个师臣 背诵圣语广轩 是我写的 龙葵 不就是首打优师吗 俗话说 宰相肚里能撑传 那何必跟我们这帮学生一般见着呢 不要以为用龙大人的庇护 你就可以不守这里的规矩 什么规矩 以前那么没有 好 那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什么是规矩 把手伸出来 伸出来 报告吴坚督 那时候打药师是我写 如果您不信 我可以遍给您听 新来吴坚督 罪习惩官威 借持手中拿 怒目如凶神 大人 我也会背 脑后三尺变 鼠目寸光辉 可怜白头人 不解ABC 反了 反了 都反了 都给我跪下 跪下 刘晓晓鸟 见到你父母了吗 上位 你好像不太高兴 这次上岸 我才知道 我们家已经被烧光了 我的父母也回中国了 是美国人干的吗 我从报纸上看到 有些美国人很不友好 他们这是在排挤中国人 为什么这么做 这事说起来很复杂 这个世界有天使 当然也有魔鬼 当魔鬼猖狂的时候 我们不要害怕 更不要软弱服输 向他屈服 你知道魔鬼总是想把我们 带进地狱遭受痛苦 他们十分恶 但是天使却心疼 我希望我们每天充满快乐 用勇敢和喜悦来战胜魔鬼 我希望你永远要站在天使这一边 给魔鬼一点颜色可能 明白我的意思吗 您是想让我丢掉不好的情绪 你理解得很对 可我很难做的 听着查理 你应当紧力去做 你现在还小 将来还会遇到很多很多事情 如果每次都能战胜自己 你将一生得到快乐 喜悦将伴随着你 你不是喜欢林肯 是的 我很喜欢他 不管面对什么事情 他就是这么做的 我好像明白了 他为什么这么伟大 这是谁的眼睛 这是给我阿爸买的 这是给我阿爸买的 送给我阿爸 我正好需要一副眼镜 我很荣幸 到了 没想到这么合适 谢谢你 尚未 我现在感觉开心多了 收到礼物我也开心 谢谢 一 一 好了 我又在吹小号了 是的 我们去看看 行 那走吧 好的 让他为你的振作吹上一群 好的 走 好 谢谢你 尚未 这么好听的音乐 你不应该自己欣赏 谢谢 查理 我吹得好听吗 非常好听 说了 再吹一曲吧 送到查理 好的 查理 你想听什么样的曲子 你来选 太多一点了 好的 我想想 太好听了 太好听了 真想和你曲小号 查理 查理 这很不容易 你不是很快就能学会的 我绝不骗你 破了 你应该说并不困难 只要你有毅力 一定会吹得比我还好 你说得很对 尚未 查理 这虽然很难 但是只要你有毅力 坚持下来就行 没事 我不怕难 我就想学会小号 好 你们的事情成交了 破了 查理 查理交给你了 他可是我们的兄弟 我明白 尚未 好了 我去工作了 你教他吧 不不不 这样不行 这样不行 你要先摆这姿势 只要打好了基础 才能使每一个音符 变成了什么样的音乐 嗯 好的 来 你试试 那别着急了 慢慢来 你试试 你试试 试试 你们怎么裁完了 试试 试试 你听谁说的咱们夜局 要被裁撤了 你从哪儿得来的消息 是听容太人说的吗 你就别管了 反正肯定不是空血来缝 那我们在美国的学业 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我们这些人 好不容易进了大学堂 又突然撤回 难道朝廷就不心痛吗 朝廷 朝廷早就想把我们这些人给撤回去了 是李鸿章大人 一直顶着朝廷的压力 夜局才保留至今 但是这一次 连李鸿章大人也无能为力了 这是谁说的主意 除了那个吴子登 还能有谁啊 他天天给朝廷上折子 说我们坏话 这下可好了 他终于得意了 这下可怜了 这下可怜了 听真是不愧思考 你不愧思考 那我一定要找那么多 是不愧思考 你不愧思考 他也会 这么多 还是不愧思考 他也会 我哀想 他不愧思考 他也会 你不愧思考 是不愧思考 我哀想 您不愧思考 他也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看报纸的吗 大清国把他们的留学生全都撤回去了 听说了 真是太可惜了 是啊 可怜的孩子 请点人双 折 折 很快 真的想好了 想好了 我宁可死 也不会过 当年世纪永美做成的事 你可一定要做成啊 你比世纪永幸运 你有任何人在 肯定能成功 大人 人数一点轻 可以登船 好 现在开始登船 好 现在开始登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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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紧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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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坐 查理 坐吧 三位 有什么事呢 查理 我刚刚接到总部的电报 很快我就要离开这条船了 为什么 因为最近南方海岸线走私猖獗 所以总部要把我派到那个地方 到另外一条船上去工作 下周我去北卡罗来纳州的维尔明顿 这太突然了 你是第一个知道的人 你原本以为还能再跟您多相处一段时间 没想到这么快 查理 查理 在我走之前我想知道你对未来的安排 说实话 说实话 我真的不知道该去哪里 该做什么 明白 你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知道吧 第一条路 第一条路 你可以继续留在这条船上 直到服役期结束 然后回到波士顿 或者是你想去的任何地方 那另外一条呢 你可以 到贝尔明顿来找我 我可以再次安排您上船 我选第二条路 其实 我更想让你走第三条路 那是什么 这条路困难很大 你应该去上学 你年纪还小 学习对你非常非常重要 不然的话 面对以后的人生 你将一事无成 其实这条路我也写过 我 我的确太难了 我会帮你想想办法 但不敢保证一定能做到 查理 我理解 我希望你能够认真考虑一下 而不要急于做出决断 可以吗 好 而该误归原主的 说好 我不要 尚未 已经给你了 你不是很需要他吗 其实我并不需要他 我怕你独物私情 难以摆脱忧伤的情绪 所以替你保管那段时间 尚未 您总是这么有心 我该怎么感谢您啊 你选择求学之路 终于是 儿子 的 身体 需要 可以吗 没有 你 我 会 找我 找你 还好 我就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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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来吧孩子 提前告别 真正分别的时候 我不想让士兵们看到我那么残忍 我会为你祈祷的孩子 你上帝保佑我 几次挺上的岁月 对查理的一生弥足珍贵 加布里尔逊上尉 把父亲般仁爱的光辉 带入了他的灵魂 这样查理不再迷茫 因为他相信 加布里尔逊会随时关注着他 那我仍然等待在室室 等你回来 和我 你提醒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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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